当时呢 瓦斯气泡是什么发生的 家属第一时间到店家看画面 当时呢 男大生弯腰的时候 发现火熄了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这根火光突然从铁板下方冒出来 直接往蔡姓男大生的脸上 以及手上冲 那么当时呢 算是有一瞬间 但是受伤的男性大学生说 当下他痛得惊声尖叫 那么这整体事件是发生在 这个月的7号下午2点多 那么19岁的蔡姓大学生呢 在铁板上打工 那么看到当时呢 店里餐厅的这个客人 都已经离开了 所以就上间台要料理自己的午餐 但没有多久就发现 铁板烧的这个间台不热 转身下去查看炉火 就发现火火都已经熄灭了 那么当下呢 他其实有请示店长要如何处理 但是呢 店长当时却毫无反应 所以男大生只要拿起 柜上的点火箱自行点火 接着就发生气爆了 那火势呢 瞬间造成他的脸部 以及喉咙二度灼伤 双手有三度灼伤 那么上午呢 男大生和他母亲呢 就出面控诉 铁板烧的女雇主到现在 连一句道歉也没有 还质疑没有帮男大生劳健保 那么雇主势不关节的态度呢 让他们母子今天跳出来痛批 不闻不问的 让他们相当的心寒 以上就是来自现场的这些情况 将时间交还给同类